这里拍一张 那里再摆个pose 中秋假期 民众外出踏青 尤其河滨公园 这一大片向日葵田 更是近期热门打卡地点 阳光好一点 怕假会比较漂亮 这时候就阴阴阴的 所以就拍不太出来 但是天空不作美 不少人是撑着伞 雨中作乐 受到封面影响 气象局针对全台16个县市 发布大雨特曝 而这样的天气 恐怕会持续一个星期 未来一周 北部东北部地区 都容易有一些 断断续续的降雨 只是除了明天的降雨 是比较明显之外 其他天像2526这两天 它降雨应该还是 非常比较短暂 比较去一步维持 中秋节当天 东北风增强 北部迎风面 容易出现较大雨势 高温也会下降3到6度 明显转凉 而目前在太平洋 东方海面的台美台风 已经增强为中台等级 随着脚步逐渐接近 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 周日周三是关键 当它移到琉球 南方海面的时候 它进入一个 导引比较弱的区域 路径也开始 会有一点好掌握 但是不管是 比较直接性的影响 或者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其实目前看起来 它至少都会为 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带来蛮持续性的雨势 虽然目前台风距离台湾 还有1000多公里远 但气象局提醒 从24号晚上开始 台东绿岛 蓝雨 以及恒春半岛 就会有长浪发生 提醒民众从事海上活动 都要特别注意 在新闻周时的科兴志 台北报导 连接